我们现在去那个刘永福顾鸡看一下 听说那里 看一个队样子 有很多金式的 他家里有很多金式的设备 这是青州老街 青桃工厂欢迎你 为什么叫泥心 这个泥就是泥土的泥 因为这个瓷器是用泥土做的 金的意思就是兴旺时髦的意思 所以就叫泥心瓷 这里就是刘永福的故居 我们来到了这个刘永福旧居 这里是免费开放的 凭身份证少买约就可以 参加到了刘永福的故居 一进门 就两边有一个很高的墙 这个墙有五米高 很厉害 第一个牌坊就是建威地 进门之后有个闲关 有个闲关之后一进来 哇 这边有个很开很大的院子 再去看右边第一个这个东西 这是发酵 是什么 里面有个发酵啊 以前的人说发酵 发酵 这是珍贵文物不能触摸 真的这个真的不是仿造的哦 发酵 到隔壁就有个骨仓 他家里有个放大米的地方哦 放放稻 倒骨的地方 仓的右边是库房 里面应该是做办公室 办公的 不是放东西的 办公的在这里 啊 这边左边的是帐房 办公的 帐房是做帐的 你看这里对像个凉窗感觉 还有布梯 楼梯上去的 现在在这个 留永福旧居的这个大广场里面 好宽一个地方 上2000个平方米都有 这个就是旧居了 最右边的一间房子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好近啊 有多少斤里面 三四斤吧 有三四斤吧 估计 这里有什么 有吃的 吃的 有各种各样的 青州美食 名商大中 瀑北芝麻饼 青州猪脚粉 小董麻通 还有五 牛巴 牛巴 金银 金银银 介绍了青州这里的 虎鱼海产品加工 介绍了青州这里最有名的 泥芯桃 就是瓷器了 当时这里最早的海双丝绸之路 从这里把这些瓷器运到东南亚波斯湾那些地方去 还有这里的文艺习俗 武春流 还有这个 大鼓 烟敦大鼓 八音 青州的民间名誉 彩茶戏 这个领头节是这边的一年中最长的节日 也叫最烟闹最红火的 有领头大过年的说法 然后参加领头节又叫吃领头 跳舞 就是跳鬼庙 游泳福的家里还有鞋堂 鞋堂是都是他教育小孩子的地方 游泳福家里的用人餐厅 你看 用人都有十几个 里面是游泳福家里的火房 火房 他这个火房挺漂亮的 你看 分开两个 一个灶台 一个烧饭的台 这个房间是刘永福家里的菜房 配菜房 一个房子专门放各种各样的菜的 做好了之后 然后在这边 一个很大的餐厅 餐厅里面有 十几个凳子 你看 原餐厅的房间的隔壁 就是刘永福的 区记房 因为刘永福是洗午的 他这里有长枪 长炮 锚啊 那些弓箭啊 那些东西 这边一个呢 就是他的健身房 健身房里面有什么 木桩 可以打木桩 练武的沙包 举重的 举重的 你看 健身房的隔壁 就是他家的毛枪队 毛枪队呢 就是 他们家也可以有保镖啊 或者是兵营啊 那这里面有个大刀队 这边有长铺 四个人的长铺 这边火枪队 还有枪 那个时候了 有火枪 是他家的兵营指挥部 里面有指挥部 这里哦 有有有几面那个彩旗 不知道是什么旗 这个啊 这边就两排座椅 可以供他们在开会的 走了这么久 还没看到他们家的客亲呢 终于找到了 这是西会客厅 会客厅之间呢 有一个天井 有两个大水盘 这边是东会客厅 侧边这里有一个中厅 是中间的会客厅 看一下里面 中厅的两边有两间卧室 我们看一下会卧室 这个卧室 里面有夹墙地道 能守能耕能攻 你看 下面还有一个爬梯 可以爬上去的 这里旁边还有刘氏中堂 参观完了 我们准备出去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 他家里的四个角的周边 这里有一个炮楼 一看才知道 这也叫庚楼 是大火焰家的炮楼 他的家里有 楼高十米 炮楼上面有 签可以放枪 炮 地方外来侵略的 你看 呦 这是炮岩吗 炮岩里有什么 你看一下 有什么 鸡 炮岩里面有鸡 对 呼呼呼